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外皮特征 如有毛发 有羽毛 有鳞片或有外壳 接下来让我告诉同学们一个冷知识 蚯蚓的身上有毛发吗 蚯蚓的身上长有肝毛 蚯蚓在蠕动的时候肝毛能支撑和固定身体 帮助它向前移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动物各个部位的重要性 比如说老鹰 老鹰身上羽毛能防止它在雨天被淋湿 另外老鹰有一双明亮眼睛 能在远处就看到猎物 之后呢它就会用它锋利的爪来捕捉猎物 另外老鹰有一双非常大的翅膀 让它能在天空上飞翔 现在我们来进行个小活动 我们来看看以下动物的本能与哪个身体部位有关 第一个是蜗牛 蜗牛的外壳能防止它受到敌人的攻击 第二是兔子毛发 兔子毛发能为兔子保暖 让它在冬天不觉得寒冷 最后是青蛙 青蛙的普能人让它在水里游得更快 那问一问同学们 如果动物的身体部位受伤了 将会有什么后果呢 第一个是鸟 如果鸟的翅膀受伤了 它就不能飞行 如果鸟不能飞行 就不能到处寻找食物 那么它就会被饿死 第二是鱼 如果鱼的翅受伤了 它就无法在水里游泳 那无法游泳呢 它也无法在水里寻找食物 最后呢也会被饿死 那第三个是蟑螂 如果蟑螂的树脚断掉了的话 它就不能用树脚来辨认方向 无法辨认方向 就无法自行去寻找食物 最后呢也是会被饿死的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小新闻 新闻说到 犀牛脚被割 一只橡皮就脸 这个新闻呢 说明了人类呢 为了得到了犀牛脚 而捕杀犀牛 导致到犀牛濒临绝种 所以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同学们呢 必须爱护动物的生命 好好爱护它们 珍惜它们 以免它们濒临绝种 好 今天就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观赏